第十四题,十四题到第十八题是题主,人类发展时与器物的进步息息相关,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,而后冶炼出铜,进入青铜器时代,掌握了木炭与高炉的技术之后,人类进入铁器时代,因为铝的活性比炭还大,无法用煤炭冶炼获得,到了近代约1825年才成功利用甲将铝晃中的铝还原, 曾经铝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,相传拿破仑三世用铝打造一顶皇冠以彰显其尊贵,甚至宴会的刀叉都使用金属铝制成,直到低价的电解制造铝的方法出现后,铝才走入大众社会 我们的第14题是问,请问哪个方法可以简单的观察出金属的活性大小,选上做B中的延展性,C中的导电性,珠的颜色,这都是物理性质,所以不可能观察出我们的属于化学性质的活性大小,而只有选项A,观察火焰的燃烧剧烈程度是可以的,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所做的实验,我们就透过燃烧的方式来观察谁的活性比较大,谁的活性比较小,第14题问我们说,请问哪个方法可以简单的观察出金属的活性大小,我们答案选的是A,将金属加热燃烧,观察火焰燃烧的剧烈程度, 请问哪个方法可以简单的观察?